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,在你们三连也用一种方式在推行中国的传统广化 用这种方式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们的艺术,我们的生活美学 特别你刚才提到宋主的,就是为什么爱宋主的? 我呢是正好刚刚从浙江的龙泉,我在龙泉呢刚刚导演了一场雅集 这种雅集的就是,就像那个蒙熙之像当年的《取水游烧地》一样 然后我把一些中国古时的茶人,然后呢还有一些爱好传统文化的这些在舞台上表演的艺术家 有契乐的,然后有声乐的,有情绪的,所以呢,就是这种 你都能逸录迹 就会一定投入对农帐